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一些國際消息 話說拜登把口說強硬 實際所做的事軟弱 就是人都知道 現在有兩個國家就採取了主動的行徑 反過來就夾回拜登 這兩個國家分別就是法國和日本 法國國防部長 禮拜一的時候宣布 說他們是派遣過核潛艇 洗經南海的海域 至於日本方面 就明確地向美國表示 說他們拒絕接受中國的海警法 並且有意 押後外交大臣訪美的行程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一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法國方面的情況 法國國防部長柏里宣布 說他們派遣了兩艘法國海軍軍艦 在南海海域洗過 分別有 綠寶石號核攻擊潛艇 以及塞納河號輔助艦 柏里還說 這次的巡邏行程 就完成了在南海海域航行 並且就凸顯了 法國海軍和戰略夥伴 包括了澳洲 美國 和日本 合作進行了長時間 和遠距離的部署 法國海軍派遣到核潛艇級數的軍艦 在南海海域洗過 背後的含意當然就相當多 首先就是 法國這一下的行為 擺明就是向大陸示威 也是不給大陸面子 因為中國一直都宣稱擁有南海海域的主權 那時候你派遣核潛艇在人家的門口走來走去 只是擺明是對著幹 而且你剛好在過年之前 這個禮拜搞了這些事情 是不是有所衰索呢 是不是要提示大陸不能忽略法國的利益呢 其實派遣核潛艇在人家的門口走來走去 感覺上就好像 以前屋邨的小蚊子 走去敲門向你派財臣 或者就是你開街鋪的 有些標形大汗捧盤吉又去給你一樣 當然你就要懂得做 到底 現在法國的行徑是不是有類似的意思呢 其次的就是 法國總統馬克龍上個星期就曾經說過 歐洲是不應該 聯美抗中的 但是 似乎現在他這一連串的行徑 就跟他所說的東西是剛好相反的 上個星期 法國的憲法委員會才通過了反華為法 現在呢 法國國防部又承認派遣了核潛艇在南海駛 那就是擺明叫做正言若反 馬克龍口頭上就說不抗中 但是實際上所採取的行徑 根本上就是針對中國 當然 其實法國現在的走位就很靈活 一旦大陸向法國釋放回相當利益的時候 可能他們又真的不會走去抗中也不出奇 但是起碼在現在這一刻 馬克龍就不願意上拜登的檔 是不願意給拜登找笨 因為拜登現在很明顯就是 他口頭上就說要對華強硬 實際上有很多東西都是放生的 比如說撤銷了對孔子學院的限制 又或者抖音準備要進軍美國的電商市場 而拜登是沒有作出任何的反應等等 好了 他就口頭上要求 說歐洲要對抗中國 那給你是馬克龍 你也不會中這個服 因為拜登他自己根本上 就不願意付出任何的成本或者代價 來做這個行為 反過來就要求其他國家去做 豈不是是其他國家付出你的成本 哪有這麼笨 所以其他國家基本上就不會聽拜登的那支笛 因為你自己都不做的事 你竟然叫人做 那當然是沒有人理會你 另外 法國這次派出核潛艇 去南海海域航行 也是為了展示他們的軍事實力 因為法國一直都認為自己是歐洲的一哥 而有能力派遣到核潛艇級數的軍艦 去南海一帶航行的國家 又真的不多 還有一件事要關注的就是 其實法國一直以來 都是美國以外的少數國家 有向台灣進行軍售的 包括在李登輝執政的時期 1992年的時候 法國曾經簽過一份軍售案 對台灣出售了六隻拉法業級的軍艦 而這六隻軍艦經過了長年服役之後 台灣方面在去年就說要將這幾隻軍艦進行升級和整修 法國方面 又願意 向台灣方面出售技術 所以在去年又簽了一份軍售合約 大陸方面當然就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反彈 但是法國就是無動於衷 他繼續來履行這個合約 所以法國這個勢力絕對是不能忽視的 至於日本方面又怎樣呢 日本的防衛大臣岸信夫 其實這個就是安倍晉三的弟弟 在昨天就跟美國駐日本大使館 臨時代辦揚州 舉行了電話會談 岸信夫就說 他們確認了美日之間將會繼續展開合作 繼續維護和加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同時日本也轉達了 日本對於中國海警法的高度關切 日方就認為是不能夠接受的 至於揚州就說到 說他和岸信夫就著加強日美安保合作交換了寶貴意見 反而這個揚州就沒有提過中國海警法 其實自從中國海警法在這個月實施以來 中國海警局的船隻 在6號和7號接連駛入了釣魚台附近的爭議海域 日本國土交通大臣赤羽一家 他就說到 說會將領海警備做到萬無一失 而他也判斷 中方類似的活動正在持續當中 他就認為情況是極其嚴重 實請這個海警法就規定了 中國海警局下的船隻 就可以對於外國的船艦進行開火 當然有些外國就會認為 這個對他們來說是構成了一種軍事威脅 因為這樣就等同於將中國海警 變成了大陸的第二支海軍 所以有些國家比如說日本 現在就說 絕對不能夠接受 到底拜登方面有什麼回應 暫時他還是沒有反應 但是日本就已經表達出很強烈的意見 除此之外 美日雙方本來已經展開了協調 日本外交大臣茂木敏充 準備要訪問美國 但是現在的行程將要押後 當然 他們的借口都是說 疫情的問題 但是其實這個都很流 如果疫情真的可以影響到的行程 第一天就不會安排 所以這個我認為是借口 真正原因可能就是 認為拜登不夠強硬 向他抗議 因為拜登 想把氣候變化 作為優先的課題 但是日本擺明就不是想談這些無謂的事情 氣什麼後變化 別人就是想談中國海警法 已經是向你表達出 很嚴重的關切 已經轉達了相關意見 拜登還是九不答八 都不對題 可能別人就此抓到 免得見啦 你談氣候變化 視像會議都行 好了 至於大陸方面又有什麼回應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說 南海的航行和飛越自由 不存在任何問題 中國一貫都尊重各國 依據國際法 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飛越自由 但是反對任何國家 以航行自由為名 危害中國主權和安全 破壞地區和平安寧 即是說 他沒有點名批評法國 而且為這個措辭 相當溫和 似乎在現階段 就不想和法國的關係 鬧得太僵 另外有一單消息 就是 中國 俄羅斯和伊朗三個國家 將會在2月中下旬的時候 在印度洋 舉行一次海上聯合軍事演習 這個消息 是由俄羅斯駐伊朗大使 所透露的 演練的內容 包括了 守舊行動 以及 旨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協作訓練 即是說 中俄伊 去印度洋 搞航行安全的訓練就可以 別人去南海 就不行 因為南海 就是中國的 主權範圍 其實 中俄伊的聯合演習 可以視為 對於美國的 一個反應 因為美國剛好有兩艘航空母艦打擊群 駛進了南海 分別 就是 羅斯福號 和尼米茲號 現在就已經尼米茲號走了 現在就好像是你一拳我一腳 就是這樣 去到最後的時候 到底拜登會不會跪下 似乎現在就算他想跪 也有些國家是想夾緊他 搞到他跪也跪不到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